就是以往啊 我有印象 你包括斯顿库里 他有没有一些彩线回合呢 有 就是投三分球彩线 但是斯顿库里往往出现这种回合 一脸的摸不开 不好意思 就是毕竟我是一个外线球型 在场上呢 说的话 所谓的篮球制场啊 之前有过这个NBA球探 讲解过什么叫篮球制场 就是对于比赛当中 空间时间以及各种规则 这样一种把控能力 这也是篮球制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你比如说啊 这一回合剩余多少时间 我能打几个回合 哪种方案是最合理的 比赛场上啊 我就算说闭着眼睛 接到球之后 身边的队友整体站位啊 我大致有一种预感 我身处什么样的场上位置 是否说左右啊 还有三转腾挪的余地 都能有一种感知的 这次篮球制场 你像库里这种长期在三分线以外 建立投射威胁的超级力性的 如果说出现了踩线这种现状的话 他内心当中难以接受 倍感自责 对不起队友嘛 为我创造了一次几回啊 结果我踩线 三分变两分 难以接受 起码有点摸不开 感觉这属于是呢 失误了 有点这种感觉 如果是关键时刻 当球队三分球打进 能够把这组系列赛盖管定论 结果我三分变两分 机构赛当中 我是六连铁 没有作为 防守端被对方和球员亲自踩着我打进 如果是失定库里这样的话 简直活不了啊 就难以忍受一整年所有队员的努力 付诸东流 你要了解啊 一支球队争冠班底 养这么一套阵容 一年包括奢侈在内 接近两亿的规模 花到其中 很多球员呢 为了加盟这支球队 放弃了诸多薪水 做出了个人财务方面的巨大牺牲 比如说格里芬呢 以及呢 对内位置方面的这样一种降维 詹姆斯哈顿就是个典型 人家之前在修正火箭当老大当得好好的 来了之后化身老二老三 救赛当中扛着二级拉伤的大腿 勉强处赛 一整年以来 你知道这些球员呢 合计打了多少分钟了 付出多少精力和心血呀 啊 了不了解呢 最终因为你一次采见 低级事务亲手账戳 这是难以忍受 如果换成其他超级居性 早就没脸了 当时接受采访啊 各个方面 甚至有可能当场痛苦流涕 表达一种 就是自己关键时刻 犯了这种低端事务 说实话就是 无地自容应该是 对不对 而不是调侃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对不对 对不对